5月30日张子怡现身海南海口 以推广大使的身份出席了第12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的颁奖盛典 而刚刚被香港某周刊爆料称 被限制出境的张子怡也在接受采访时一反常态的正面回应了此事 并对微博上所发的追责声明 和进一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此事的进展进行了说明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就是大家对我的这个关心 其实就这个事情昨天发生的这个新闻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我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昨天所谓的这个新闻 是一个彻头彻底的谎言 字里行间里面全部是诽谤和污蔑 那我确实是今天在上午在香港跟律师见面 我很明确地表达了我的态度 无论什么代价 我都要用法律的这个手段追究到底 其实大家对我这么多年的了解 就是很多时候我对那些普通捉影的新闻也好 或者是子虚乌有的这种传言 我都不太会去解释或者是发声明 我总认为人就是这样的亲者自亲 很多事情时间都是可以证明事实的 但是这一次我个人认为 这个伤害已经不仅仅是对我个人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 大家一些评论说 他们电影圈就是这样子的 我认识的电影圈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伤害了我 它也是给抹黑了电影圈 而且更可恶的是 我觉得他们是利用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社会热点事件 来挑衅大众 愚弄大众 所以我想 我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我也很感谢 就是圈里有很多的朋友 还有很多我认识不认识的朋友 大家的支持 我这一次不是一个人在作战 谢谢 谢谢 PPTV综合报道